歡迎來到動漫戰隊的第三節 我們今集繼續講講Beach 死神或者飄零 剛剛套租也套租了一段時間 東司王也無地之用 所以我們今集會講講究竟Beach 漫畫製作有什麼問題 丁華斯你還沒有遭遙套 你還沒有這角色要先收育 我就還好 因為我看你們還有打石田雨龍 積機那些 我這幾個都要混合有一篇我要特別罵的 就是這個銀成篇 銀成篇我真的不知道他做什麼 原本是說打完藍染之後就一戶沒有了能力 也有一個叫銀成的人找他說有些事想找他幫忙 亦都幫他訓練到用不是死神的力量去打 那時候以為是九八大人想轉 亦都是可能一戶修練一下不同的能力 之後再融合回去砍砍都道 誰知道到最後都混合石田雨龍、積機 甚至其他朋友因為那時候住在人界的 想著有些東西看 誰想知道這條招最後呢 原來銀成是一個boss來的 他之前坤一戶說他有個舊的同伴背叛了他們 原來不是背叛 原來是催眠的 銀成催眠自己就令到他可以接近一戶 然後就拿到他的能力 最後又吸了他的褲甲上身 就要報復這個私人界 最後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一戶沒有了能力 原來是陸奇就順風速遞把刀 裡面有了能力 一插下去他就變回死神了 那邊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又不是修練特別的能力 銀成跟他們出來之後又是沒什麼劇情 除了是最後修復把斬馬刀之外 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邊也不是特別好看的 其實那邊是悶的 但是我想那邊很慘的 銀成空母的集團 他們面對的人太強了 銀成要打的就是這個 我忘記銀成還是月島是打一戶的 另外那個是打百齋的 然後他派下來幫湯的分別就是入宮東思郎 那又回宮東思郎喜歡欺負人類的 那還有這一個最強的隊長就是金木劍伯 那你打這幫人 你這幫人當然是含糧了 這幫人回家睡覺也不行了 那所以是有點無奈的 為什麼會有羽龍、積姬和茶道的名字呢 因為其實我想我們各自對這幾個角色 都是有點容易評價在這裡 他們身為一戶最重要的同伴 那我覺得他們可以很簡單地去籠統稱之為陀水家 畢竟他們都真的沒有做過好事 那積姬為什麼會被藍染捉了呢 因為積姬的能力是一種叫拒絕術的能力 那它分別有六隻精靈圍著它 那六隻精靈就分別能夠組成三種不同的能力 分別就是這個 三天劫盾、雙天龜盾和孤天斬盾 三天龜盾 雙天龜用來回復你的時間 兩隻 然後一個用來攻擊一個用來回復一個用來防守 但是這三件事 因為藍染說這個特別之處是 它能夠拒絕這個空間裡面所有發生的事 它並不是幫你療傷 而是將你的傷勢 在這個空間裡面排除出去 所以你的身體會回復正常 所以只要它有這個能力 基本上是無所不能的 講到是這樣的 而戴積姬是從來沒有表現的 一直都是垃圾 你直接說是藍染不是純粹去大坡才抓他回去 也不奇怪 你覺得這個狀態有什麼用 這個能力是沒有進化到的 也沒有解釋為什麼會得到這種能力 我記得有一場打傷了精靈之後 之後也沒什麼出的 有些精靈好像在死了 傷了應該沒有死的 我記得之後藍染那一集出來 有一隻一隻劈散了 那隻死了應該不記得 之後好像又出來 所以阿積姬 不知道你那一刻抓回去做什麼 那種感覺是 其實就不是藍染自己用的 因為陪著積姬的就是烏浪歐浪 那就是用來稿上他的手下 用來衛軍的 其實是軍技來的 就是這樣的用途 所以就是捉積姬 虧你還記得那十個的名字 我那邊完全不記得那些 還有烏浪歐浪那一段 完全是邱座打仙帥那一段 打到他不夠打 然後我暗黑一會跟他說 你真的令到我好失望 我教你怎樣利用這個破面的能力 然後又上去 就是去屎樓嗎 不是去屎樓 我知道 因為剛才那句話 我想是屎樓而已 不好意思 是雷蟬 上邱座山打個教練 要運用你魔族的能力 然後再打個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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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阿粉總就是套裝 烏浪歐浪的能力就是 極速在身 那為什麼他會輸給一戶 我真的不記得那一段 他說是不是打得比他在身速度快 只要我給你的傷害快 比你在身速度快 你就會輸 那我覺得你很厲害 因為你最能力的能力就是 超快速在身 對 他可以打得比你在身 我又不能夠說你錯 你對 你一定對 怎樣贏到寶特來跑 比他快 一定對 那一戶厲害 一戶厲害 沒有啊 那就是主角厲害 那就是一戶厲害 那就是一戶厲害 你知道像同仁一樣 當年同仁是憑自己努力的 那現在一戶是憑自己實力而已 你不說也有問題 有 如果你說真的十人 我比較覺得好的 只是有一場 他圓結的方式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令到 那個人 他說打了一些不知什麼劑 令到那個對手是 直接停了 他的感覺是變得很慢 就是說 我把劍刀你一下 等於刀一千 不知道刀幾年 我都是聶未利做的 是啊 那一場是會比較好看 但其他十人我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而另外石田羽龍這個珠黑 阿芳總也好像很討厭 石田羽龍呢 我原本都相當不喜歡他 但是呢 剛剛被你們嘲笑完東思郎 又說了職機查到之後呢 啊 我現在又覺得石田羽龍 都不是很差 我又沒說查到 就是這樣 羽龍呢 其實就是 好像我們off mic這樣說 高開低收的問題 因為他一開出場 就已經是疾了 就是他捏爆那顆藥丸 就說召喚一些虛 跟一虎鬥快殺 看看誰殺得多就贏 我覺得是有點昂貝的 但是都OK啦 就是他以為他想做好像不打不相識 想show off 或者是 用現在來看 就覺得是不是想做好像 芽郎裡面 銀牙和黃金騎士兩個 最初是出來打個混蛋 做最後的星星相識 變成最佳拍檔 最厲害的兩個主角 在一期的時間 他就已經跟我說 哎呀 博家 我不夠打不夠打 阿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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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 一虎主角 不好意思 如果不是一虎 他就死定了 那就是 沒過到頭十期就死定了 這個角色是一出場就要刺 然後去到 但是他一出場那一場 是我看漫畫史上 我看著是 BL那種感覺 是最吐心的一個極致 因為他們最後 為什麼石田會不夠打呢 就是因為虛的數目比他想像中更多 甚至會出現大虛 那這件事是他從來都沒有想過會出現的東西 然後一虎就 總之集中一些能力 就是石田借了一些能力給他 合體技 對 合體技 令到一虎就能夠斬退大虛 但是同時間 一虎的能力就爆發了 所以他的能力就不斷流失 然後這樣一虎是會死的 然後石田就幫他想了一個辦法 對 你給我 我幫你射出來 只要幫一虎射出來 他就沒事了 那就不會浮火爆體了 要解決一個朋友 長期邪奇的 勤劍 就是先幫他射出來 這段劇情 我看著 為什麼可以按摩機 你說了幾句 我猜到你會這樣說 即是機那裡就算了 即是他做了七十幾期 我預計是比達 或者是銀牙 他除了在斯雲界打贏聶哥 那一場比較深刻之外 我真的印象中 那一場是很深刻 還有有作用的 跟麥克斯和B在那裡打嘴炮 你打嘴炮不是打架嘛 還有wrap battle 他是battle來的 還有final battle 真的射了東西過去給 哈哈哈哈 很好的 其實是絕業界的疫苗 你想想最後一場有哪個分打 藍炎 石田 藍炎 沒有的啦 石田排第三個了 即是 什麼東司郎 白災 劍伯 茶毒 門口都沒有進到 回去睡覺 但他入面只射了一項 那一項 夠了 有些些都是射一項 你當成執藍 行不行 你去final battle 被人當執藍 哈哈 這個是什麼concept 留給你旁邊寫一下 這算不算帥氣 有沒有說他贏 但起碼他可以當執男 你明白嗎 可以當執男算不算是一個achievement 那你覺得執男比較威風還是打飛機比較威風 那我放棄不到 執男起碼可以出鏡 而最尷尬的設定上 他真的叫做所謂四個主角之一 他真的是主角群 其實有個問題 就是原本是一戶 接著就是石田 然後蠶杜、積姬他們幾個 就是他們的隊伍 你當是五小強那樣 加上劉奇亞 你應該不會是五小強來 但其實就算星矢那邊五小強 其實可以打到尾 其實中間這個打打很散 他們已經很邊緣化了 因為那班私人界的隊長 或副隊長會出來 然後又會加入幫忙一起打 而他們又真的會在主線一起打 就不是在他們的隊伍中幫忙打 那變了就會被那班那麼厲害的 這班人打到這班 最慘的是 悟空遇到超西 那你 笛子魔童也會變成超級藍衛星人 他們現在的距離 就是悟空已經是殺神 他們還在停留在魔童契弟的能力 我覺得還沒到魔童 他們無限多一點 都是差不多 我當然是無限的 即是打是完全不能打 所以你做不到五小強 變成一個排出了另外幾個 阿魯奇亞叫好一點點 但另外三個真的太浪費了 即是沒什麼用 我反而對茶道是最失望的 因為茶道我覺得是一個很帥的角色 當然是吧 很帥 而且我很喜歡他那隻手 他第一次爆發的能力 他開能力那次 他開能力那次打虛那次是很帥的 之後他在戰鬥的時候 他進到詩雲界 他們分散了 那一戶是對茶道的最信心 他說他感覺到茶道的靈壓在這裡 而他覺得茶道是不會輸 你說詩雲界那篇 對 然後茶道就輸了給京樂春水 那對著隊長也沒辦法 那一戶覺得他不會輸 他中間就是在前面幫忙清桌 對他打雲界是威勢的 一打隊長就… 還有我很記得他有一回很難說 神之左手惡魔之右手 沒錯 就是在這個虛圈片 神之左手惡魔之右手 像珠希那樣被人打到 因為他左手就會變成超級大的盾 然後被人一斬 連盾帶手再連人 就被人斬開了 這樣就躺下輸了 至此之後 神之左手再沒有出現過 可憐我沒有一隻左手 哈哈哈哈 即是變左手哥 問什麼 找小龍女 過兒只要有姑姑在這裡 有沒有左手有什麼所謂呢 哈哈哈哈 這樣也不要緊 去到這個銀城空吳篇 原言術篇 那你去找銀城空吳 我覺得你好像會有些表現 其實那篇茶道做了些什麼 我到現在都回答你了 哈哈哈哈 他總之引了一戶去找銀城空吳 然後過了一戶一動 之後就沒有再做過任何事情了 他的能力也沒有得到強化 那在這個死神千年血戰篇 他好像是沒有出過場 那也不輪到他打了 那些級數 但是你走過也好 沒有啊 我真的不知道在這裏做什麼 我真的沒有做過事情 而且還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 其實我原本是覺得 石田宇龍高開低修過茶道的 開咪之前 因為石田宇龍出來真的 好有第二主角的感覺 你這麼說 有一點黃金騎士 騎士他點了第二 但是你弄一弄一弄 真的好像也有些作為 叫做 好像最後也叫做最後三個 我繞到 我繞到 打完先碎片 魔界統一拼 桑園也沒辦法打 所以原本我講好低修 現在就好一點點 但是接著講一講 也不是好像真的 茶道真的 吹過他這麼厲害 又好像真的沒有作為 真的 他整套東西都不知道在這裏做什麼 石田宇龍勉強叫做打贏過 我說不好聽 而且始終石田會安排一些位置 給他是有用的 我覺得 而茶道就從來都只是在那邊走 他純粹是跟過去的一個角色 而且去打獵隊長 就是石田打那次都算是OK的 雖然說 還要大了 要用自己的能力會消失 但是 你如果打了隊長級 你用他這麼自殺式 也OK的 但其實跟著茶道真的走上去 然後經過春水 喂 hi you boy 這樣就搞定了 又好像真的差這麼低 這裏有 茶道非常疲滅 我自己整套東西最失望是茶道 因為東司狼我對他沒有期望 你瘋狂的 對茶道有期望 我從來都對茶道很有期望 原本你會看這個初期私人界片 你覺得他那是吳小強 不是的 我看得到他就仍然知道他是疲滅 我原本覺得 我是奇怪是吳小強把這個樣子放進去 但是有點不同 但是 我始終覺得他是吳小強 所以以為他有作為 而且你要想一下 茶道是一個怎樣的角色 他是少數有一話 說他和一戶之間的回憶 你是有這個疑似回憶片 但是這個角色 你回憶來幹什麼 你還是死的 你不如死掉他 你還是沒人用 是很罕有的 但是沒有辦法 有些事情 我想九寶大人在這個角色裡 他也失手了 那至於其他的租 還有很多可以套就 套太多了 可能一會講到再講 畢竟要套 真的要套到死 都還有一套 我想這一套飄零 其實大家 會很常討論一件事 就是在講完結的問題 因為有不同的讀者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歸納出來 大多數都說 應該這套東西神祖要完 當然那些作品不肯完 拖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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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點點是進入 如果你站到某些位置 你就要硬吃這件事 你說到最經典的例子 當然要講龍珠 就是龍珠 大家都知道 鳥三明神祖想完 但是當年他因為想完到漫畫 搞到集英的股價是下跌的 所以變了之後就不能完結 要繼續下去了 這件事可以說 是會面對的事情 但是這次就是 或者可以先講一些 叫做 sidetrack的事情 不知道有沒有叫 sidetrack 其實 在什麼時候完結這件事 有很多人說 可能打完藍染那時候 其實你應該很完結 應該要收尾完結 第一步完結 應該可能 那個位置已經有什麼 已經割了 已經要收尾 要搞不完 但是接著就拖拖拖拖拖拖 拖了 也開了很多 一些大家不知道你在做什麼的篇 變了很多人說 應該神祖完結 但是也有一些 在他完結之後再說出來的一些 可以說是新聞之類 就說 原來有少少是其他原因的 有些人就說他沒有想到 就為了因為 編輯部不給完結 就繼續下去 但是有些新聞就說 原來九寶是曾經收過封信 就是說有個小孩 就意思說他是有病的 就是可能不久於世的了 但是他叫做繼續生存下去的 原動力就是想看下一個星期的Bitch 變了他就有一種感覺 好像不想辜負了他 所以他覺得不可以完結 我一天不完結 我總之要等你有一個 原動力繼續生存下去 就是他很害怕 好像那個時刻一割了 我已經完了 那個小孩 就沒有了他生存下去的 原動力之類 那個小孩看到這樣的劇情 可能他也沒有什麼生存的動力 大佬 這個後期的事 你很難說 可能也有些人喜歡 也有些人喜歡 認真又真的是 如果你說是小時候 未必如我們想那麼多事情 其實可能更好 但是有這家新聞出來 甚至乎 有些後續報道 好像九寶在完成了漫畫 之後想找回那個小孩 知道又怎樣 好像有一些信件是收過 但是就說已經不是那個小孩了 是他可能同訪一些其他病人之類的小孩 去寄給他 有些少許的消息 就說九寶為什麼不肯完 就是關於這件事 變成有這個消息說出來 當然是真的還是真的 這件事大家證實不了 但是如果 如真的這個說法 就是說他有一些編輯部以外的原因 不肯完 可能是一個 小小解釋為何會後期 拖拖拖拖拖拖 可能是 我突然想到一個很哲學的問題 我想我們不要在節目裡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也解答不了的 我只希望歡迎各位聽眾 和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到底被Bitch影響你的求生意志 是羨慕一點 還是覺得SLO影響了你的人生觀 是羨慕一點 這樣說 我會覺得前者是沒有問題 是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 你作為那個小孩 可能他 如果熟實的話 那其實他真的 可能在裡面 就是在醫院 可能他 叫做每個星期 他最開心的可能就是 拿一本《Drum》上來看 其實可能 還有如果你是再小一點 那一層呢 就是青少年 多一點 其實真的沒有想過那麼多 即使我小時候看《龍珠》 我也不說出問題 我也到大過 當然覺得 你沒事 你每集播放開 之後 你和我回顧這麼久 才入今集的題 你小時候未必會覺得有問題 你小時候可能純粹覺得 每集打得 平行白藍 很棒 其實你小時候覺得 飄人很好看 甚至每個星期很期待去看 我覺得可以成立 但SLO這個事情不行 現在你人生觀 那就 嗯 我分得 我真的分不得 我 放開年齡我可以分得 阿達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 當時 要完結這個禁止 對九寶大人來說 最大的問題 是可惜的 哪怕他其實 這樣叫做 在藍染 死了之後 可能其實都叫做 沒有死了 輸了之後 叫做可能都 可以完 但其實我故事 是否不能extend 也都不是的 我覺得 滅卻斯那個位 是有得玩下去的 一戶的身世 他一直都說會繼續說下去 那這些東西 其實是應該可以說到 而其實本身 之前有個訪問 在打完這個藍染之後 其實他曾經說過的就是 Bleach的故事 去了三分一 那時候 那時候 是50期左右的分量 沒有記錯 如果是 如果是的話 怎麼會在24期 圓倒剩下的三分二呢 那麼 到底在哪裡呢 但是三分一這個 就有些人想是真的 不是 是不是這些記者 找錯了美田明一郎 說One Piece已經完成了 三分一的進度 都不奇怪 美田明一郎 都確實說過這類 如果你是最後一千年去戰片 可能拔得很長 那沒有人那個 計不計三分二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一個問題是 我另一個例子 譬如I Show Channel 1 I Show Channel 1 擺明就是 他有很漂亮很漂亮的位置 他不完 到第二個 都不完 然後拉到變成世界賽 但是他整個作品 其實他 甚至到最後打Bat Panther 都好 其實你不覺得他是爛的 你覺得是九尾族丟的 是差一點的 但是你不覺得 很難看要消輸 但是Bat Panther 你打完藍染之後 那些 真的是屎和垃圾 當然你也跟我說 我還未爆一戶的那條 但是你爆某一戶 跟你後面悶不悶不悶 其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 令到人們這麼厭惡這套 是因為你後面實在是屎 或者如果用另外的作品 雖然年代不同 但是狗寶他自己都說 影響很深 聖壽是星矢 其實這套都爛尾的感覺 老實實 我小時候看不覺得 但是大過看那個有種感覺 真的那個尾是突然間 收得很急的 天界篇 真的沒有天界篇 但是其實如果你是下個冥界篇 打完冥王之後 完了 其實我覺得都不是 我覺得如果是天界篇 其實之前沒有拍 其實也不是說不行的 不是去冥界篇那個尾 就是幾頁落 完完的東西 就很明顯是 但是其實那些東西都叫做 是循序漸進 就是現在 你飄來後面的東西 你覺得那個奔得有些 很牽強的 但是其實你本身 星矢是 打完海王 其實再打冥王 其實這件事 你從神的架構來講 你覺得是OK的 就是打回不同的神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他現在就 不知道 就是那個感覺就是 就是 為什麼好像頭重了沒有 就是頭好 好像東西編得很好 鋪排得很好 叫做你是有計劃的 後面好像沒有計劃 亂來 甚至乎好像有些訪問 也有九寶說過 我記得有看過訪問 就好像意思是說 其實後面的東西 已經是想到什麼寫什麼的 就已經不是 就是想到很順一條條 就是前面都很順一條條 就是有了復不成的 後面就是想到什麼寫什麼 有一次由這個感覺出 說過類似的說話 我在那裡的感覺很強烈 就是一會跑過來 跑了石頭 跑了石頭 那裡是很有感覺 即是龍珠跑了石頭 他還要像龍珠那樣玩精神時間 他爸爸開了 不知道是什麼精神時間 我進去練 練到把刀出來 那裡是很突压 而且很不行 之後他打 有幾條人 又是打兩期還是兩期連載 這樣就沒有了 那感覺是好不好 他始終 我覺得擺脫不了 到底怎樣去建構整個架 而我覺得Pon 反而是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可以完 所以有些東西他不可以寫得太盡 唯有這樣保持下去 但是這些位置算不算被Drum累死 某程度上 因為Drum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問題 就是 如果有些作品在裡面爬到高位 叫做三本柱 或者叫做三本柱旗下的幾套都好 有時候就是 不可以完 不讓你完 你和我繼續長一點 不准停 如果有看《爆漫》裡面 他也說過這件事 就是《珍成》他們兩個 最後 阿成木去的就是 說漫畫 可不可以那個位置完 就是說那件事 那變成了 你Drum是 如果你保持著 Cloy很受歡迎 我就不准你完 那這套是 不會有好結局給他 很多時候 其實一定是Drum的問題 正如我們看美劇 就是這樣 那些美劇很受歡迎我 第一季第二季很受歡迎我 那你一定是迫他 再拍第三、第四、第五 因為你要回本 因為 我想到 我立刻是想起 那種作夢 那種作夢 有些美劇可以拍十幾二十季 就是因為這樣 但後面已經破壞了 但也有一群Dark Heart粉絲 去支持 但我其實有時候 不太明白的 就是 你在《珍成》裡面 也不是見過一些作品 在最輝煌的時候完 或者在他高人氣的時候 完結的作品 也不是沒有 你不要算 你也遵循這種 有些爭論的東西 近期的 只是《暗殺教室》 你都不知道怎麼來的 為什麼他真的可以在一年之內 一個學期 就圓倒這個作品 是有點熱不可思義 我到現在都覺得 會不會是後面 可能已經覺得有些回落了 其實他人氣還是很高 即是人氣磅也很高 還高 而當年的浪夏劍心 其實也是維持在高位的時候 就完結 會不會真的沒有條 劍心其實《字字紅篇》 他都說想完 對 後面是真的硬硬做出來的 對 但是他完結 即是你《雪袋員》的篇 不是去到被人屌到爛 但是他 《珍成》也是被他畫完《雪袋員》 都可以讓他完 其實《龍珠》 去到布歐之後 到底他們怎樣談 那個《圓》還是不完 都是一個謎 那你會看到其實 在《雪袋員》的底下 其實你不是完全沒有權 去圓一套 但是到底是怎樣去談 我想我們解答不了 會不會是如果你的作家 地位上有勢就可以 即是如果這樣說的話 暗殺教室就不太成立 《龍珠》應該不會是真的 對 如果你說《鳥山明》 可能他還可以叫 不是說我要完就真的完 但是你其他人 不知道這個東西很奇怪 我覺得是 解不通 我唯獨最能解答到的就是《福堅義博》 《福堅義博》 《福堅義博》那裡真的很夠 OK 你不讓我完 我不打《魔界》同一篇 我玩回《靈界偵探》篇 你不讓我完 我不開工 我畫草圖給你 他不打 我會輸完畫完 他第十九期 他就是要去女子宿舍捉鬼 一個《魔界之王》的兒子 去女子大學宿舍幫你捉鬼 沒問題 《魔界之王》的兒子 都可以上去女子宿舍 沒有嗎? 不行 你甚至是《魔界之王》的女子 都可以去女子宿舍 你不給了八合嗎 我想到一個項目去幫他繞 為什麼《暗殺教室》可以這樣完 因為《暗殺教室》的商業價值 其實相對是較低的 Beach的商品化 或多元化 我們之後也會想說它爆紅的原因 我會說一點 就是因為這套的設定夠中儀 夠創 只是那幾十把刀都賣死你了 其實《暗殺教室》的副產品 賣精品是多的 但保持著 都是殺老師 頂盡賣男主角 還有出不了遊戲 頂盡賣男主角的產品 其實沒有 但是《飄零》真的有很多產品 《飄零》你出劇場版 你出小說 你出遊戲 甚至其他改編作品 其實它的商品是很厲害的 而且《飄零》是出玩具的模型 當年《零食物語》其中一堆很好賣 就是《飄零》的核彈 那時候有些人爆盒 都是去《零食物語》去講 我一套 拿走 那時候有些玩具店還有很多核彈賣 現在少了一點 那時候是《飄零》一套 全部放在這裡 其實人物去買副產品 買得好過 暗殺的 就是我剛才的說法來講 那它的角色設計是有趣的 有特色的 因為它爆紅的原因 真的 我很贊成一份組這樣說 真的夠喜歡 為什麼我自己那時候會開了一套書 一來我開頭很靈界偵探片 那些東西我挺喜歡的 我初看動畫 或者看漫畫 球幾奇那些東西 我喜歡這些東西 再看我就覺得真帥 即是打到我去《詩人》界篇 其實我剛才最初第一次講過 第一次開《輝花黃蛇尾月》 我覺得很帥 接著《月牙天宗》那張畫 即背著出來的那張 很帥 到巧莫百哉 那一招真的千半英無論動畫還是漫畫 真的很帥 你覺得你帥成這樣 其實你是會喜歡這個作品 所以繼續看下去 他有心做的那些彩圖 其實是真的追得過 無論是帥還是女 所以你說他那個商業元素 他是計得準的 當然《集英社》那個市場 也做得好 還有其實他那時候 我覺得前期畫 他是畫得比較有心的 譬如千半英 當然他只是畫很多 都奇的copy and paste 都可以 但整體畫面的設計 有心思 分鏡是有心思的 但去到後期 就比較適合了 還有我覺得有一件事 應該是關於他爆紅的事 就是我記憶中 你說大家拿超人力大戰 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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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斷拿這些東西 拿這些東西 拿一套套套 打鬥很多 但真的拿刀去砍 其實我記憶中人為 真的不多 其實你只要拿一把日本刀出來 然後給一些很喜歡的名字 再出一些大絕 基本上男生都死硬 男生死硬在手上 對 因為你說以前劍心 為什麼一把那麼喜歡 就是覺得日本刀加起來很帥 但其實那時候劍心那些 還不是去到 現在月牙天沖那些 整個砍過去 你現在是拿了一些劍 再加上千本鷹 鐵所斬月 我記憶中不是說沒有 但可能有一些作品 裡面有一兩個角色 是用這些招 是用日本刀 加上一些超必 是很... 但是你說整堆都是用劍 然後那些劍會再開 我記憶中好像 不是那麼多 我記憶到 這些位置應該都真的很殺吃 你計算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的質感也很帥 我那時候 你想想去動漫節那些 很多人就是買一把天鎖斬月 其實這些真的很多 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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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置很帥 另外他2000年 當然現在的人就買SEO那兩把 那兩把都很帥 那兩把都很帥 很帥 很帥 我那把Xpedia Xpedia Xpedia 去旅行 不是 去打機打就盡了一點 我想到就是2000年頭幾套 Naruto和Bleach 相對紅的程度是高很多 因為他有日本的風味 和風那樣 有和風那樣 忍者和武士 鬼佬的忍者是有一個莫名其妙的執著的 真的 例如Pockett 麥瑞 很多Ninja 這些太延續的事不要說 這麼延續的 其實真的 我講一句真的很延續 但其實你找回那些 溝溝的 然後玩忍者 其實非常極之多 還要他 Ivan剛才所說就是 夠喜歡 夠錯 其實鬼佬很喜歡 是啊 其實我也是這樣 因為他喜歡所以我很喜歡 加上那時候 西方的買動畫 都會買一些打鬥的東西回來 那你也是Bleach 還是Narato 加上他網絡時代興起 他們看的都是這些動畫 吃正條水 而且鬼佬都有 我們叫做漢化 他們有英文字幕化 是啊 他爆紅的原因 我覺得真的不難分析 因為應該說很多人 好像我這樣 開頭看到他的人有型 女角有漂亮 男角有型 接著有日本刀 你再加上有什麼 喜歡超必 其實老實實 這件事真的很殺吃 但大家是想不到 中後期跌跌跌得這麼嚴重 所以跌跌跌到 把粉絲都倒走 那些粉絲可能 原本很喜歡這套 可能做一些帶客 留下來繼續看 但其實有些去過中後傳 可能已經 算了 我頂不住了 就好像我剛才開頭第一節 嚴重聲吐那個 又在宿舊裡 但又不肯過來開咪 又有這套東西 那個人 其實是軒哥 其實他只是看一看剪了 但其實你說看一看這套書 我頂不住了 我剪了 其實人是多的 其實軒哥剪輸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他畫風的轉變 路奇是不再羅里了 所以這個背叛了 我們的 臭雞 露目儀試過來 坐在床台上 我們是要剪輸的 是這樣的 就是那些掛著在井上積肌餓 重本亂谷的那一班 就可以繼續下去了 沒問題了 就是這樣的 那時候很頂不住 很大殺氣 軒哥也沒說 是 那時候 我想說兩句 就是剛才那句 你剛才不是說我剪輸嗎 我剪輸的原因上 這套東西後面太垃圾了 我們相信你 我們相信你 我看女兒不是看這套 我們相信你 相信你 不是啊 軒哥真的提醒你還有初心 還有八字樓在這裡 八千樓 八千樓 是這樣的 軒哥說 是呀 我今天回去看晴晴哥知道 是呀 說笑而已 但 不知道是不是說笑 先當著它 但認真地 其實真的聽過很多人說 真的看過尾頂不住 剪輸了 我不是要做節目 我銀性表演剪輸了 真的剪輸了 那些畫風的故事真的不行 所以你說 詩雲界的編合 是否真的無懈可擊 就不是 租都很多可以套的 你說做得不好的位置都有 藥乾在那裡 但其實真的 你是會覺得那些位置 全部是 OK的 其實你有這些問題在那裡 但你本書的後面 是保持著這個水準下去 其實大家 可能會有時候套一下租 但其實 繼續看下去是OK的 所以 基本上 到底是九寶沒有辦法 還是被集英社拖死了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但只可以說是可惜 都是的 我自己覺得 補充一點 基本上 我就 怎麼說呢 如果以一個大位來看 我其實同意大王那種說法 但我自己 因為我這次開節目 其實我已經是第三次看這套作品了 我自己的那個感覺是 我其實看第二次的時候 已經有這種感覺 因為以前是追單行本 追連載 你慢慢追著他 其實我不是很記得 那些很仔細的位置 有一次過很激烈的去看 你很記得 我會覺得 其實《絲雲界編》 它本身要救人 是一個很緊張的一件事 但它將這件事拖得太長了 一戶有太多次受傷重傷 然後療傷 修煉再去打下一場 再受重傷再療傷 再修煉再打下一場的過程 而在這段過程裡面 其實一戶已經是由一個連副隊長都打不贏的契弟 成為了一個打完金木劍白 再打完懶木白 再練慢解的一個人 我覺得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要逼這麼多東西下去 而同時你又拉長了那個救人的時間 那我不喜歡他這個整個鋪牌 再加上在一戶入了施雲甲裡面打的四個對手 包括一角、阿傘井戀翅、金木劍白和藍木白災 那個打法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整體看上去是有點悶的 就是打一打一下 然後覺醒了再打上去 對 而且它是突然爆氣 然後斬一刀 然後在肩膀 無論左邊還是右邊 然後斬斃一刀下來 然後就完了 而且如果你說真的要再講私人界篇 即是叫做去教街那篇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是太散 散是角色所做的事很散 即是你升始十二攻 大家很明顯一條直線打下去 你可能說是天下第一步鬥大會 其實都是由底下打上去打到最後兩強 兩個打 那些東西是很Linear 你是很知道哪個人在做什麼 哪個去了哪個 但其實打一打一下 會知道一戶那條線在做什麼 但是石田羽龍 即是用阿積姬 即是用阿積姬 或者用阿茶道 其實他們幾個 你要少少不知道他們在窮一個武門做什麼 當然整一整一 他又隨便被人抓去坐牢 但實際就要放出來之後 你那些不知道其他角色他做什麼 好像就是 一尾是靠一戶條線 其他人做的事好像不太重要 我覺得是有少少亂的 我覺得是 但如果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一套少年曼 你長篇連載 有時是有些要拉一下 要拖一下 或者要主角成長之類 可能有這些位 其實你說現在說回來 一定不是特別OK的 是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是可以包容的位 我覺得是可以算的 即是不只因為這樣 要說他是一套劣作 我至少不會這樣評 有這麼說 雖然我們套了很多租 又說到人物好像很賤 但是Bitch已經是近年 也不近年 可能是近十多年 近十多年 稍為配角或者奸角 是有些名牌的作品 還賣過產品 還賣過產品 其實真的賣不到產品 你現在叫我數回 我的英雄學員的奸角 我真的數不到出來 有隻手 我很記得我拿一隻手 按著自己面子的豬蝦 真的很賤 真的很賤 還有英雄學員 其實你好像那幾個主角 可能還賣到產品 但是下面那些人 你會知道那些人在 還有存在感 我在英雄學員已經少少少 這群人已經有存在感 但是這群人 你拿不到出來賣產品 畫風不夠美型 對 你好像Bitch 說笑不說 連班沒得覺 都好像有出過核彈 整群人都能出這些東西去玩 但其實有點不行 還有其實九寶達人的Q版 是可以的 他的Q版是有趣的 所以他畫美型也可以 畫Q版也可以 他有心懶是懶得好 還有他後期真的有些人 即是不算他有時候交草 有時候儲高了那些 其實那些人他真的畫得越來越型 不是啊 如果你說角色懶得好 近十年就是什麼 黑字的籃球 他懶的角色也懶得好 是的 那個是運動幻碼 都是運動幻碼 超能力 是的 我知道 但是他超能力低還是打球 都是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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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叫他還是打球 你某方就是打人 直接攻擊管家 那個是打Boss 打Boss 就是角色他做得好 是的 那現在還有沒有什麼想再說 畫風你有什麼想再說一說 藍哥好像覺得他的畫風變得很大 可能是看連在後面千年血戰片 你看到差不多是沒有背景的 因為全部都是私人 他一直到私人界 那些背景有一片白的 他出招一片黑的 你當他像潑墨一樣 中間又沒有什麼 我想起一套廣漫 風魔幻想 但是風魔幻想 因為歷奇沒有助手 所以搞到背景這樣 當年很多人笑飄玲 就說他們後期的畫 是叫漏白 就真的漏到整個白色 只有中間那一片的畫面 就叫我斬過去 很多人就笑話 我真的用劉伯方式去演繹 後期你發覺 我不知道是他已經沒有心 我當然可能已經沒有心畫了 沒有抹沒有心 就已經是隨便 今個星期交我劈稿過去 有去 下星期劈稿我交他過去 好我完了 我交差心態 就不是好像最初那些 會很有心很一刻地去做 他也有苦練過《月牙天衝》 究竟有多少個方式去呈現 到底是一劈白色 然後畫一條黑線 還是一劈黑色畫一條白線 他也有想過 可惜 不可以 劇情又不是特別好 我看《方目飛雷燕》 就算現在第八部的劇情 是複雜到我打算完完才看 他每一期那些 假裝畫風 你都不知道他怎麼可以趕到出來 不過《方目》是怪物 不可以給其他作家 這個真的 但是他那些畫風 比其他同期的漫畫家 就算去到《Naruto》 最後那些 他也是畫到明人的爆發狀態 都不用畫線 但是他那裡打也算是有些逼力 其實如果論畫功的話 《岸本齊斯》是高過《九寶大人》很多的 其實《岸本齊斯》的手畫是很高的 正所謂《岸本齊斯》出名門 只是《岸本齊斯》的角色設計賊 我自己沒看《Naruto》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很穩膚淺的 我的角色不夠 我不喜歡人妻 我就不太提高興趣 沒有人妻答案就看不到 不是這件事 是角色不太... 就是人妻我不喜歡 我就投入不到看漫畫 你剛剛《Naruto》很少人妻 怎樣啊 那些人妻又怎樣 我說人妻又不是人妻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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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人妻我自己投入不到就消化不到 沒有心想追求漫畫 《Naruto》是這樣 因為我不太喜歡人妻 因為我不太喜歡人妻 我知道以下說這句話 很多人馬上指著我 就說我漢狗的 但我真的《One Piece》 為什麼我沒有看 其實是因為我真的不喜歡《One Piece》 《Naruto》 我不太喜歡人妻風格 還是人妻我也不太喜歡 所以這套我看不下 而那時候《三盤柱》 《飄零》為什麼我看 因為我真的覺得人妻是型的 女妻是漂亮的 所以算了我就看那套 可能你會不會喜歡 一些修長一點的人的畫風 可能是 或者是實一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 實一點 應該不是實一點 那又這麼說 一時間不會形容 《One Piece》和《Naruto》 是很醜的 我們連那些男人都不覺得很型 你找黑旗一戶和卓樂比 我那一戶和卓樂比 當然 但我自己看《One Piece》 不是很覺得有誰的人妻 你不會覺得春夜鷹漂亮的 大哥 你拿春夜鷹出來沒什麼好說 《東萬街》第一次《Naruto》 我沒有看完 《Naruto》也《Naruto》 我也知道春夜鷹都出名了 春夜鷹能夠跟春夜鷹去匹敵的 就只有這個 《水手啪啪》裡面的奧尼花 《Gundam City》那個《Naruto》也可以 不是 那是春夜鷹 就是論八婆道 《Naruto》或者《Astina》 可能比她 但是你論那種《水牌》感 哪是只有大利水手的奧尼花 能夠跟她的不定島 就是街市那種 你很想一巴之麻的感覺 對 對 是這樣的 OK 都是拿春夜鷹出來哪幾天 我遲些可能也有機會去講春夜鷹 你不要說下星期講Naruto 你不要說下星期開Naruto 我真的吵架你 不需要那麼擔心的 南哥你看得完Bridge的嘛 我不想再看差幾次 他知道你想講什麼 Naruto總是不肯回答你 Naruto總是比Bridge短的 他就知道想講一個Pornic 只會不回答你 Naruto總是比Bridge短的 我叫你第一部Zozo看第七部 都可以的 什麼意思 玩大一點 你一個叫Naruto 一個叫Zozo 我叫肌肉警察 要看TV連OVA 連劇場牌連真銀 我們不要互相傷害 我們不要互相傷害一點 那就開了龜有金遠錢 玩大了 你要玩就玩大了 阿芳忠你叫神拳帶他 明星探柯南都可以 都可以 剛才我這一程的對話 其實就是Bridge的打鬥方式 一直叫一個出來 你叫一個再大 他叫一個奇數再大 他最後叫現在豐總贏了 或者你叫龜有贏了 還有其實這樣說的 我突然想起 最後一個項目我想說的 其實他放在套租的位置 其實Bridge這套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是改錯了名字 如果他的名字改成Bitray 就贏了 因為這套就是講出賣和背叛 即是The Room 對 差不多 但是 男人就要出來 I did not hit her I did not hit her Hi一湖 Hi一節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是發覺 其實在這個 叫做 由斯魂界最高的權力核心靜靈廷裡面 出現了很多叛徒 曾經出現過的叛徒 中出了很多叛徒 對 曾經出現過叛徒 包括黑棋一戶的爸爸黑棋一心 逃離了人間的四封院野一和蒲原起座 曾經被死神出賣過銀城空墓和穴獸狗狼 平子真子他們 平子真子他們 這班也是前死神 即是一班假面軍勢都是 而在我們看到的故事裡面 市院銀和東仙耀背叛了 而阿傘井戀次 京樂春水和浮竹十四郎 也是曾經短暫背叛過的 要翻個桌子 你會看到他們裡面是充憑滿住 還有金木劍百也是 你會看到裡面是充憑滿住 整班人都是沒有忠誠的 他們只是為自己當時的利益著想 那你會看到這班五家產都是沒有一個好人 所以 所以為何可以說這班很黑警 都可以這麼說 很黑警 整件事他們是 因為他們那個世界是警察 所以說起是當下 是 而這班人整天不是過了底 就是自己有陰謀 為何你真的好像看《無家人道》那樣 好像電視劇那隻《無家人道》 不是電影那一套 即是我經常覺得你說到一個架構 一個組織是這麼嚴謹 但原來裡面是出了這麼多叛徒 我覺得寧王應該要召見他們 然後看著你這班豬在那裡搞什麼 你加工就可以了 What are you doing 你加工就可以了 你加工就可以了 寧王 我真的不懂得說 有些時候反而是 所以這件事是很忌窮 後來就是 不斷有一班人翻桌 走出去 然後這班人有陰謀 或者有什麼 然後主角那班人就一直打 總之我有招勁過你 你招勁過我 然後一會就覺醒新能力 有新東西拿回來 其實就是維持這些東西 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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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真的看得出來沒有辦法 或者是被人拖死了 當然有些也不知是被編輯部拖死 還是狗寶說那個小朋友封信 這真的不知了 可能兩邊都會有些關係 所以 我自己 真的 總結來說會覺得是可惜的 飄靈 總結來說 我會用可惜的形容 我都推薦大家看看 值得看的 人一輩子就一輩子就看了它 而且那個叫三半寸 如果要排排的話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先看智能手機 以及先看了這個國人遊戲 有時間之後再看Bitch也是沒有壞的 那SAO呢? SAO就是人生必體的 就不是一體無防而已 應該要調一下次序 希望大家能夠聽完這個節目之後就可以去印象這套作品 還有可不可以看有沒有人可以解答到底有客巴赫 以及銀成空誤他們的計謀到底是怎樣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他們到底想做什麼 他們不是真的是祖月女博士來的 他們幾個 哈哈哈哈哈哈 突出問題是祖月女博士究竟計劃 他們現在沒有計劃就不是祖月女博士 就變成清智了 朱古力 不要理會這麼多我先笑才說 哈哈哈哈哈哈 唉這些真是糟糕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其實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們下集的題目嚴格來說都還未算 這陣子我們的題目就是 有時候很多調動想搞一下 有很多事情搞的 所以未100%拍完版是哪一套 而且我們主持都各自有各自忙 所以我們 有些時間上可能要夾 又好像這樣 即是確定了之後 先跟大家說 大家留意出數據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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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做事沒有拍 做事沒有拍 現在我在遷就大家 我不強迫大家 對嗎 跟大家慢慢在耐心 對 就是這個叫做有商有糧 OK OK 你不要問我之前誰聽這個字回來 你不要再說 你不要再說 我只是覺得很害怕 大家馬上來跟我說 我大家在耐心 有些事情 真的 我真的不想 即是在溝通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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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耐心不是那個耐心 不是中文字那個耐心 那個耐心就是耐心 我不知道 總之大家馬上來這樣說 有點避忌 算了 叫兄弟就不能耐心 是啊 南瓜仔兄弟就不能耐心 這樣吧 現在他在期間無奈 我們今集節目時間真的差不多了 下集頭題就遲 再上去吹水區 以及我的FacebookPatreon公佈給大家聽 多謝大家收聽今集節目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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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見